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 原因是大家会否有空 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姚半东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是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的 就是电话号是92672622 你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 大家不要当他24才是异线 他也要睡觉 不然会令他晚上 他不会听的 你最好就是正常办公时间 或者办公时间以外麻烦你去PM 去收信息 我认为PM可能更好 不容易搞到人 有些问题是他要直接问的 这样是比较放心的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是未确实的 但一定是好东西 大家会觉得稍为贵一点 但我觉得与陈智凡博士 和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菜是给足料的 是给足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700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及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也想着 因为疫情的限制不太大 所以我们会弄多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就不要借一场 多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地方本身再放多些 他们没有位置 我估计大约三围左右 当晚除了我和陈智凡博士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次有了Kat 例如清雅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他有空的话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的 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智凡博士 去了英国伦敦时 是带了一个 Syphon Hawking的金币 不是金币 是这个币 是康山 哇 这个是5年前的 5年前的 5年前的 那时Syphon Hawking还未死 他就叫我 找机会送出去 我认识了一条很刁转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回答到可以获得这个奖 结果我想不到这个问题 是 就一直停留了 结果最近我搬了时才找到这些东西 很幸运你找到 我觉得如果和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各晚有抽奖的 可能这是头奖的吗 不是 这是安慰奖的 安慰奖的 这是一个惩罚来的 当然再想一想 当然尽量找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 送一本书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来送一本书 你不要这么说 例如Syphon Hawking的时间选市 那类的 或者是为观众而选书 上面加上我和台长的签名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今晚大家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些军事人 我们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些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92672622 梁锦祥工作室的工人员 有什么疑问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好 科学cious energy33 alifornia 以外科学信息 我们需要事件和调节进行缓评 我们要不要做个理由 第3 Labs Studio 紀 Cuban 和腐术 以美国为主 欧洲也有一些可能是日本 但对于中国科学的成就 似乎我们比较介绍少一点 这个是很实际的 因为我们叫科学新枝 因为我们可以选择的一定是最新的 而现在最新的东西多数在哪里发生 就是决定我们的份量如何分配 老实说没有什么偏心的 就算说中国的计划 我们依然有说 但你真的要很肯定是中国最新的领先 我们就会说 否则就像是说中国做了 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 就不够科学新枝 是的 但今次我们真的要表扬一下 就是南开大学 南开是否天津的? 应该是 南开大学其实出过很厉害的 陈省新教授 是的 数学的东西是很一流的 很厉害的 成功开发了全球第一个非人灵长类动物 非台厂 非人灵长类动物 我的短句也不知道在哪里是短 但我一看到非人不是人 是灵长类动物 人是灵长类 但他现在说不是人的灵长类 是的 介入式的电脑机接口试验 其实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这些是中文科普的一个很... 但我都这么说 英文有时也经常是很多 你看到逐渠词拼起来 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最重要是你的内文解释不清楚 是的 但我一估计的应该是人机二合一 是的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理由 是希望能够做到老机合一 首先很简单 如果你是瘫痪的人 你怎样可以去做一个动作 你怎样可以很科幻地 你带一块东西在头上 然后他会阅读你的思想 然后可以帮助你拿起杯水 去治理日常生活 这绝对是救人的一个福音 我说一说 在80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我当时有做电脑集资 当时是Atali 你以前有当作电脑集资 当时是碰砖的 当时是很原始 当时Atali倒闭之前 CEO就说 我们现在搞一个斩新的科技 是你绑着头带 在脑子里可以打机 到现在还未有 Atali倒闭了 非常前卫 因为用老机合一 你的思想来控制一个虚拟世界 其实是跨及了几番的科学 其中一个最难是 你如何准确阅读到 人脑里的活动 现在最基本是 你要用一个瘫痪的病人 控制轮椅走走走走走 又勉强都可以 正在做 但更复杂的动作 你如何能够填补身体机能上的不足 用机器来帮你补足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一件很造福人群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些老机合一的东西 是有一个很正当开发的理由 我们试试试用一个通组的方法 去想想的是什么 例如我现在有杯水 我现在用手拿出来喝 其实我这个动作是 我的中心曾经去控制 是 假如这个不是手 假如是机械臂 我可以想一想可不可以做同样的东西 是 首先 在很长的时间内 你先撇开不要接到脑子上 你只要用机械臂拿杯水 已经是一个很大很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 我们这样拿起来就拿起来 你找机械臂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 现在不是拿杯水 将来你跟机械人握手 机械人要多大力有多大力 试过最近的 原来他只是想欺骗陈志文的手 但他没有想过 他没有想过陈志文是这么弱的 被人手捏下去 握把手 然后你拿起来也是这样的 你如果拿一只钢杯 你反而会有承受力大一点 但如果你纯粹拿一只玻璃杯 陶瓷杯 然后你怎样 甚至拿一个纸杯 对了 你怎样可以适当的力 拿起来 你太少 因为你用手拿起来 你只是吃着磨擦力而已 你有时可能用手指尾 顶顶杯底 但有时你纯粹吃着磨擦力 拿着杯边而已 那你怎样是训练了机器 人的手怎样可以吃着磨擦力 很多时是你自己的手的神经 亦都懂得报个讯号 回来告诉我 这个力足够不够 绝对不绝 善还是不善 善一点的 你自己懂得大力一点 但你也凭过往的经验 知道如果太大力 就会揉爆它 其实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互动 变成了你拿起来的东西 不是纯粹是一个机器 去拿起一些东西 而是你要赋予这个手 有一个触感 来控制你不同的物料 要怎样去拿 即是这是一个feedback的过程 对 所以只是这里 你还未接入脑部 已经有一定的神经分析成分 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怎样才合理地拿起一只杯 所以再将这些东西 接入脑部 当然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少看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这里先讲到脑机接口 首先如果我们要去阅读人的思想 你可以想到我们有什麽讯号 不需要少些痛苦 放一些东西在头壳顶上 最好头发也不用剃 就这样戴帽子 那顶帽子也不要太急 通常要有很多的感觉 你的感觉究竟有多准 你要放得多 又要放得很密 接着你能复杂的讯号 要复杂得很准 但如果你本身复杂的讯号 灵敏度不高的时候 你可能放的范围又要较阔 你比较老的一代 那些叫EEG的脑电波 其实认识的是一些很粗疏的讯号 那你去到MRI或FMRI的层面 你才能够认识到一些脑部不同区域 到底在哪一个部份是运作 哪些不是运作 现在甚至我们很辛苦才认识到 一个人去做一个决定 想一件事 他有一个情绪反应的时候 他脑的讯号是怎样由一个地方 射到另一个地方 射回头 怎样发散出来呢 我们到今年才能够掌握到这些东西 所以一直以来 你怎样去放一个很微小的电极 去足够接近你的脑部 而又可以认识得很准确 而又不需要个个都杀有戒 要整个头打开来 去塞一大堆电极下去 所以你去阅读你的脑的讯号 你有多侵入式呢? 你侵入的程度要有多少呢? 刚才我们一般所说的 你要开脑的 我们可能叫直入式 如果用一个国内比较主流的术语 他们叫统一的术语 就叫侵入式 其实侵入式也译得好 因为英文就是invasive 你真的要见血的 见血的方法来将那些电极 很仔细地放入脑部 然后读你的讯号 这个无论对人和对动物也是很痛苦的 在美国是用过很多黑猩猩 来做过这些侵入式的实验 中国也做过很多 如果你看回中国那些 今次的科学新闻介绍 他们就耻笑 美国做过很多侵入式 死过很多只 其实中国也有 然后还说死过很多只 不一定是实验 而他自己老死一样会有 但是我会说 如果你能够做到 见血的手术伤害的程度 越少 然后你能够取得到的讯号 越多 那就越聪明了 所以我觉得 今次中国的南开大学 他的实验很聪明的地方 就是他做到一个不需要见血的手术 他又不是纯粹要那只猴子 就这样戴帽子就算 因为那种就是不侵入式 就这样接触式 但是那个讯号的准确度就低 有没有那些东西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呢? 那就是今次南开大学做的事情 他就需要用到一个微创的手术 将电极沿着在血管走过的那条路 就去铺着那些电极 因为其实你的脑边的区域 去作用不作用呢? 你除了量度神经讯号 根据FMRI原理 你也可以量度血管流动的讯号 来知道哪一区正在运作 所以他们将那些电极 就放在那些沿着脑部的血管 可能是一个不小的网络 他要直入很多 他直入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去到脑血管壁上 他这样说 他也是要进入到脑头骨里面 因为你要说是脑血管壁 你的脑就一定在头骨里面 但他就开微创手术去做 很了不起的就是 你的微创手术进入之后 你去沿着那些血管 主要血管那些 一路就铺一些电纜 尽量铺 然后才有一个很微小的伤口 可能那种伤口 你想像一下整个头盖骨开 你要睡成以月计的医院 和现在一个微创的伤口 大家都知道 康复程度可以以礼拜计 甚至以日计 所以那个创伤就很小 但去pick up的讯号 一定比起你就这样戴一顶帽是好 而且他的创伤也没有那种 传统的侵入式那么大 所以他这种叫戒入式 戒入式也是 你会放了些东西进头 戒进去 但就不是invasive 见血那种整个汤出来侵入式 这样的摆法 就放一些东西 无论你放的器件也是很小 伤口也是很小 整个手术就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然后就透过这样去阅读 解读他的脑的讯号 来去做到那个 令到那个猴子 可以利用机械臂来喂自己吃东西 首先我想很简单 他首先想到 那个猴子如果想喂自己吃东西 他的脑电波讯号是如何 然后就是用人工智能学习的方法 去教这个机械臂 你遇到同一个讯号 你便拿机械被动来喂食物 然后那个猴子就自己适应了 他的手今次被禁止了 现在你在画面图里看到 那个猴子困在透明的箱里面 只有头凸了出来 即是手也不可以直接拿去吃东西 我想起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件事叫残废餐 是的 现在这个是自己怒控被迫残废餐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叫残废餐 我不好意思解释得太详细了 但是这个残废餐是自己帮自己吃自己的 你便看到他的手这么困住 但当然你要给他一个欲望 你告诉他有食物 然后令他想着自己 就好像想用到自己的手去拿食物 我最不明白这件事 例如说我要做人体实验 我又不需要绑住他 但是被实验的朋友 现在你要做一个实验 你想着这件事 然后你就像我用手去拿 但你的手不动 看看机器可不可以做 但是这是猴子 你的脑的神经数 和人的神经数是否同样 你可以说是不同 但你基本上已经是够近似 因为大家是灵长类 灵长类的那种Motor Neuron 你怎样控制手和脚 你一个昆虫控制他的手 究竟是说第一只手 第二只手 第三只还是第四只 但是灵长类 就是那四只手手脚脚 当然你要明白 为什么突然找一个人 你找一个人 首先你最多是找一个病的人 真的癱瘓了的人 那个癱瘓的人 愿不愿意接受这件事 有没有愿意做这个实验品 让你玩这么久 只不愿意找一些近似人的物种 找灵长类 找猴子去做 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在猴子做到成功 我就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理论和实验基础 可以告诉人 人都能做到 人都能做到 你一开始是用老鼠来做 老鼠可以 你说用猴子也可以 那就更加好 所以我又会觉得是合理的 如果选择猴子去做这件事 但他现在说过这个全球手励 是否会不知道 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做到这种做法 很详细的 我自己不知道 会否就是 因为你说这种 将电极值进入血管 这件事 不是第一次被发明的技术 做的时候的规模有多少 会否就是 原来人们是做其他的物种 不是在做猴子 还有做多深的东西 现在很简单 他就拿一杯水 他就拿一杯水 但接着有很多其他东西 例如我去找东西 是 因为很多时候 老机接口 都不只是用猴子做先 而是用老鼠多 也会多 有些甚至瘋到的地步 就是将整个脑子拿出来 维持住他的生命 然后看看他可否有反应 来控制一些东西 也有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类似 但我也不记得那时 是在用昆虫的脑部 另外就是海铲的脑部 例如海套 海套 好像鼻涕 没有喝蝗牛 就会用到这种物种 甚至玩到 我说过一堆神经 在打乒乓的东西 诸如此类的东西 所以方向是很多 但譬如中国突破到 原来就算其他物种的人做了 但原来非人灵长类 即猴子的是中国造先 我认为是一个突破 是的 我想这也是对人类的造福 例如大家有没有听到最近 例如你撞伤了脊椎 是的 如果身体的复原能力做不到 可否用其他外面的神经网络 来博通 甚至乎原来都博通 毁缩的时候 可否用脑帮你控制 这些技术是会帮到的 是的 如果在人身上发挥的潜力很大 另外很有趣 如果结合我们刚才那一节 你在地球上做一个脑控 控制住在月亮上 一个实验室上的手 如何动作 去做一个实验 我将仪器设备摆在那裡 我不再需要派太空人 到月球基地亲手做这个实验 但我在地球上坐进房间 便可以控制在月球上 然后上尾影像即时告诉我 效果是如何 那种遥距控制 又有另一种很有趣的用户 加上去这种脑电波控制 但你再想下去 持续打仗会否打机械人 正在打的 你见乌克兰和俄罗斯 正在打Drone和Drone之间的战争 现在还未在地面整个 还未去到机械人打机械人 自动化的东西 已经出现了 好了 这次有几书 下一节再回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甘祥工作室节目